字幕提供 各位大家好今天要來介紹這個變成之鋼 世代傳承系列裡面的 無敵艦隊版的天王星 死給 那它的合集就是這個樣子透空的設置 背後這是人型載具 就把它拿去基因員回收 首先看一下這個無敵艦隊版的天王星的人型表現 造型呢非常的帥 那跟無敵艦隊版的柯博文靶在一起也是非常的帥 這個是底齒的所以它不能合體 我拿出這隻只不過要表示 因為明年可能會推出這款的新版 那應該會可以做成合體的樣子 我也是非常的時代喔 當然這個天王星的形象也跟以往的不太一樣 因為它是鮮紅的配色 然後它的飛隻頭又是直挺體的掛斬在這邊 延伸到它的下體的部分 這隻稍微有點讓人在意的是 但是它手臂的關節這邊的虛位有點大啦 所以它會這個樣子換來換去 另外一隻手就還好啦 首先看一下它的頭雕非常的英俊瀟灑 那你會覺得臉怎麼彎彎的 是一位打光的官司啦 頭是靠一個球關做連結 可以往後仰 往前傾 左右的旋轉 比較緊一點 但是它脖子的關節是坐在很後面的位置 所以它在抬頭的時候會有點怪怪的 好像脖子斷掉了一樣 這邊就空掉了 手臂側抬 額頭肌旋轉 手肘彎曲 雙重關節 超過90度 翅膀可以稍微往後折一下 也可以轉動 那往後折的時候 手臂就可以360度 稍微繞過以下 就可以轉到正面來了 那它的身體有點像是 鋼彈的排四口 它的飛隻頭就掛腳在這邊 那如果這邊做透明 你今天應該更好看 那它也是有腰轉的是 轉後面這幾塊 腳部的可動性 側抬 前抬 好高 膝蓋彎曲 超過90度 後抬 那腳掌也有接地的關節 往後 往前 那它有後腳跟的設置 非常的不錯 平常是折疊到這個裡面 有時候你會忘記把它翻起來 也有水平的旋轉 但是這邊有空洞的地方 小腿後面的蓋板也是蓋得還OK的 那稍微露出一點點空洞 那這隻最帥的就是它背後的大炮 那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就是先把它往上翻 這一塊往下折就會扣住了 接著呢你就可以把這兩個大炮 把它折疊到前面來 那看起來就會有點像是 鋼彈DoubleX 非常的帥 而且它的內側也沒有偷膠 只是它這個角度 它的頭可能就會看不到側面 就有點尷尬 那舊版的玩具好像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炮的結構就是夾在肩膀上面 而且舊版有自動變形 炮可以直接躺到前面 然後新版的就是要直接折上去 它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武士 就是這個記憶劍 那它平常就是從翅膀上面插下來的 但是這個玩具沒有還原啦 它就是做成另外一把獨立的劍 造型我是覺得蠻有特色的啦 但是後面有稍微偷膠的狀態 那你不用的話 也是可以把它裝到這個翅膀後面喔 另外一把武士就是這把深層劍 那它是三個小型的迷你枝竿合體合成 而且都是飛之的樣子 但是這個玩具沒有還原啦 可能就是省了一點成本了 但是拿起來我會覺得蠻威風的啦 非常帥的一把武士 不用的話也是可以把它裝備到翅膀後面的洞 那我們先把武士放到旁邊去就可以先來變形 那首先收納它的後腳跟把它縮進去之後 那這個飛之桶把它打開來 那這兩片呢把它往上折 接著呢後面這一塊把它打開來 那這個腰部呢可以把它往後放 頭就可以把它壓下去喔 就稍微抵住就可以了 接下來就是說這個大腿呢把它轉到後面去嗎 那這個蓋板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把這個腳掌折個90度之後 把它折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的 就是把這個卡扣把它扣出來之後 就順著你的直覺折疊它的腳掌 然後去折它的大腿的部分 然後去收納於這個洞當中啊 那有點卡到啦 這兩個地方要把它移過去 然後這兩個卡扣扣住之後 那這兩個地方有兩個凸啦 至於對準這個背上這兩個凸 那實時它會直接扣進去啦 不用刻意去堆 接下來就是比較直覺的 就是把旋頭放進去 蓋板蓋起來 蓋板打開來 旋頭折進去 蓋板關起來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邊有一個桿子要把它往右移 那你先把它轉個90度之後呢 會比較好移用 移到旁邊去之後呢 那這個手就可以把它折疊起來 那這邊有一個卡扣 就是對應這個翅膀 這邊有一個洞 就把它稍微的靠住就好了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其實就是很簡單直覺啦 那這個飛姿的神態呢 大致上就完成了 那這個飛姿的造型呢 也是非常的帥式 但是我覺得 扎實上如果做透明 應該更漂亮 雖然手掛夾在這裡 可是不會說非常的突兀啦 還可以接受 而且飛姿的厚度呢 也還OK 那比較可惜的是它沒有齒落架啦 就沒有輪胎可以翻出來 底部的充娜 稍微有一點的漏線啦 就是頭漏線在這邊 背後這一塊就是它的大腿啦 它如果做一塊蓋板 蓋住這裡的話 應該會更漂亮一些啦 翅膀上面有狂拍的標誌 那這個地方有紅色的塗裝 尾翼這邊也有幫你上紅色的漆 它的飛姿型 它也是可以把大炮放到前面來 也是非常的酷喔 那這條850呢 你平常不用的話 也可以把它收納於這個 翅膀底下的洞當中 就學你高興啦 就是這個樣子啦 也是還蠻酷的喔 那今天這個變形之鋼 世代傳承系列裡面的 無敵艦隊宇宙版的天王系呢 我是覺得做的還不錯啦 招型帥勢 變形過程 簡單流暢 適合我這種笨蛋齁 那它還有兩把劍非常的帥勢 還有這兩個大炮 真的也是非常 帥勢啊 很喜歡 非常喜歡這個大炮喔 那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喔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